普色会的朋友,大家好 最近几天最火的内容莫过于美国总统选序 前两天选票已经公布出来 拜登已经胜出 网上有很多的漫画桌 川普同志从此走上了慢慢的上访之路 那具体结果是如何呢 我们还不知道 那作为摄影师呢 我对选票的结果,选票的过程 到底是孰是孰非呢 我没有办法发表我的见解 但是呢,我就有意思地发现呢 这两天,新闻网上放出来的 拜登和川普的图片 开始很有差别了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张图片呢 就是大概在很多网站上 很多这种官方媒体 网站上放的最多的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呢 是2013年拍的白宫官方打出来的照片 网上稍微收了一下 基本上每一任的总统 或者是副总统之类的呢 上台的时候都会有一张类似的照片啊 这张照片呢 是戴维·莉林曼拍摄的 官方媒体用这个官方的照片 就毫无疑问是非常好说话的 但是我们看到这张照片里面呢 拜登是相当的意气风发 笑容满面啊 春光灿烂 是不是他当下的这个心境 我们就不好说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纽约客杂志上看到的图片 这个是盖地图片社共稿的 那大家知道盖地图片社呢 是全球最大的这个图片社之一 那么看到盖地图片社的这张照片 毫无疑问啊 我觉得它是一张非常成功的新闻照片 这张照片里面呢 拜登站在支持的选民中间 他的背后站着的全部都是支持他的民众 然后呢 他高出周围的人一劫 也是暗示着呢 他这个胜出的情况 然后呢 他又是穿着这个一身蓝衣服啊 然后背后也是有很多这种蓝色 蓝色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一个色彩的搭配 包括天空也是蓝色 是吧 只有他一个人的脸呢 是这个红光满面的这种感觉 所以这一张照片呢 他就说明了很多的问题 并且呢 你看到他的情绪都是非常棒的 所以这个呢 是这两天呢 纽约客杂志呢 放出来的关于拜登的照片 然后呢 大家看一下这一张 这一张呢 是很多新闻网站上放出来的 川普的照片了 不用我说 大家都看出来了 可是大家看到 这张照片跟前面拜登的照片 就有着相当大的区别了 在这张照片里面呢 我们不但看不到川普本人 我们甚至只能通过一点点轮廓光 看到他的一个若有若无的 这样的一个影子 前面这个拜登的照片 那么阳光灿烂 渗出的那种气氛啊 热烈的这种场景啊 充满希望 充满光明的这种感觉 跟川普的这一张照片放在一起 我想大家一看就能够明白那种强烈的心理落差啊 如果你没有细心的去比较 你可能没有发现 特朗普整个人都处在阴影里面 你看到没有 上面的光明离他还有一点的距离 而且呢只是若有若无的看到一个轮廓 这一点光线呢仿佛随时都会消失 特朗普可能就从此隐没在黑暗里面 当然啊 这是从图片里面解读出来的 具体事实会如此 谁也没办法打爆票 没有办法预见得到 只有等到那一天才知道 可是呢 编辑们选出这些图片 并且把它公布出来呢 是颇有心机的啊 那我们再看一下 这也是我们在网上能够看到的 这是路透社公布出来的特朗普的照片 大家看一下 这几个都是非常权威的新闻媒体 在这张特朗普的照片 虽然它是在公众范围之内 虽然呢 它是在被光照耀的地方 可是呢 你看到 他的手挡出来的阴影 刚好遮住了他的眼睛 我想如果是在一个总统还在任的时候 在他意气风发的时候 即使拍到了手的阴影 在眼睛上的照片呢 也不会选 更不会用到封面上来 但是呢 如今这个形势之下呢 很似微妙 我们不知道特朗普何去何从 但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你就看到路透社放出来的新闻图片 就是这个样子了 所以这个是相当的有趣的一件事情啊 大家如果没有注意就不知道 其实在摄影里面讲到影子 其实它就是处在阴暗里面 而且黑色呢 有一种面向死亡这样的意义 或者是消逝了这样的意义啊 当然我们这里呢 不多说到底是什么意思 只是从色彩上来说呢 黑色有这样的语意 阴影呢 刚好把特朗普的眼睛给遮到了 他的眼睛前面没有光明 那我们把这两张照片放在一起 对比带可以感受到这种明显的落差 是吧 一个是胜出了 周围一片祥和这种气氛 而特朗普整个身处在阴影里面 仿佛特朗普好像是在水底世界一样的这种感觉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 就是因为这个画面当中还有一点泛蓝绿色这样的色调 蓝绿色这种色调呢 在色彩里面它是代表清冷 那这样的冷色调呢 更把它所处的环境呢 浑染的非常的寒冷的这种感觉 所以你想想 在一个又黑暗又寒冷的角落里面 站着我们的川普同志啊 所以这两张照片呢 其实是新闻媒体选出来在网站上放出来的照片 各种的微妙意思 大家就可以慢慢的去品味了 那讲到这里呢 我们想起前段时间 川普的竞选团队在他的官方网页上啊 先放出来了一张右边这张图片 在这张图片里面 拜登整个人看上去就是那种苍老的 简直已经无以复驾的那种感觉 没有精神 这么垂垂老矣的那种感觉 已经没有什么精气神啊 然后脸上长满了老年般 看上去特别的凄惨的这种感觉啊 这个呢 后来经过很多媒体各自人士的证实 是证明了呢 他的团队啊 在这张拜登的图片上给他加了一个滤镜 让他整个看上去就变成这个样子 其实呢 他本人应该是像左边这样啊 这个情况会更好一点 这个呢 在网上是吵得很火 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人们就说川普同志利用推特治国 对吧 然后他在媒体上撒谎 也不是第一次了 那这个也是他的团队做出来的 一个撒谎的一个事情啊 从前面到这张图片 你就会发现 其实在世界形的大事件 发生的过程当中呢 图片其实非常重要的作用 也同时在进行着一场关于图片的战争 这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 可是呢 我们也看得到各种各样的立场 各种各样的观点 然后各种各样的做法 各种各样的心机 好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左边这一张呢 是特朗普的团队放出来的拜登的图片 那我们看到右边这一张呢 是美联社供出来的拜登的图片 你看同样一个人在特朗普的图片里面呢 这么的难堪 在美联社的图片里面 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 哇塞 精神图十足的这样的一个 虽然是78岁 看到这样照片的时候 我们都会忘记他是78岁 力量非凡啊 眼睛里面还射出来一种金光的那种感觉 整个人的精气神是相当的棒的 而且呢 这个脸上也是红光满面的 跟川普同志选举团队放出来的照片呢 简直就是两码事了 那我们再看呢 这个就是拜登的官方的摄影师拍摄的 那么其实在每一任总统啊 或者是每个甚至每一个政治人物的背后 可能都有一个非常贴心的 非常认可的摄影师 像拜登啊 像特朗普啊 或者是像奥巴马之类的 总统级别的领导人呢 他背后都是有一个团队的摄影师 为他服务的 那么这张照片呢是拜登的竞选活动 官方摄影师亚当·舒尔茨给他拍的 就是这一个摄影师 你看他身上就背着好几个照相机 他是一个退伍军人 曾经是希拉里·克林顿 2016年的时候总统竞选活动的资深摄影师 在给希拉里·克林顿拍摄之前呢 他还在克林顿的基金会工作了8到9年的时间 一直对这个政治摄影呢很感兴趣 以及他今天拍摄的这个图片 那拜登看着他的这些照片 一个一个浏览他这些照片之后呢 马上就说 我能不能把你拍的这些照片都放到我自己的手机上啊 这些很棒啊 哎呀 这个就是对他一个非常大的认可 他利用了这一次航班的过程当中的这个机会呢 就为自己争取到了这一份工作 在成为拜登总统竞选活动的官方摄影师之前呢 官方有对他进行这个背景的调查 看看他以前做过什么跟雇主的什么关系 确保他不是间谍 他要保证呢 自己绝对不会私下里分享拜登的照片 或者是在社交媒体上发帖 这些都是作为官方摄影师呢 必须有的数字 每天他去见总统之前呢 就要戴好防护级别相当高的口罩 而且呢还要接受测试先去查看总统一天的日程 行程单上呢 他就要确认呢 自己今天会遇到什么事情 会遇到什么场景 在这个场景里面 我要拍A 拍B 拍C 那么要拍到哪些人 他就要在自己脑海里先过一遍 所以这也是作为一个新闻摄影师啊 职业新闻摄影师呢 必备的数字 那么大家看到他身上其实是挂着三个相机的啊 他就是长期背着的三个相机 有12块电池 还有四个镜头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右边就是列出来他大概用的这一些镜头 三个机身都是索尼A9二代 镜头有1635 有241055 然后呢有85 1.4 还有100到400 那么他最常用的两个镜头呢 就是85 1.4和100 400这两个镜头 比如说我们之前看到的这张照片呢 就是他用100 400拍摄的 那么他在一个比较大的空间里面呢 就会经常采用100 400这个镜头去拍摄 因为你不知道这个事情将会从哪方面发展 变焦的范围越大的话呢 越能够满足很多不同的要求 而且呢100 400的镜头呢 可以隔得比较远 比较客观的去观察这个场景 观察这个场景里面的每个人 可以抓到呢 比较这个贴近他真实状态的瞬间 如果在比较小的房间里面呢 他就会采用16 35的镜头 有时候也会用85毫米的 那我们看到呢 这其实是在2019年 他加入总统的候选团队以后呢 那个时候呢 新冠还没有出现 拜登呢在洛杉矶的贸易技术学校 走过一群支持者的时候的一个画面 把他和这个民众在一起的这个亲切的形象 以及跟周围的人两个手都握着 是吧 这种感觉 然后交代了这个环境 交代了这个参与的人物 气氛也渲染得非常的棒 所以呢 这也是一张不错的照片 新冠病毒 不光是对选举 其实对全世界都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那么对选举带来的最重要的影响呢 就是候选人跟民众 有很多这种亲切的交流活动 就都被取消掉了 所以图片呢 就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 候选人和选民之间交流的一个渠道 和途径 大部分选民就只能通过网络的图像 视频去了解竞选者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张图片呢 就是舒尔茨自己特别满意的一张照片 也是一个决定性瞬间 那这个是一个什么场景呢 那这个呢 是拜登在Zone通话中呢 打电话给他许诺的选选团队的伙伴 也就是现在他的副总统 他在这一通视频电话里面呢 要求他成为自己的副总统候选人 无论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立场 无论我们是支持拜登的还是支持川普的 那么这张图片呢 他都成为了一个历史的例证 都知道了他们是怎样去商议 两只手伸向前方 非常欢迎的这种姿态 而且呢 由于是在屏幕上邀请呢 手还不能张得太开 只能朝前方伸出来 我拥抱你 你加入我吧 对吧 然后这种真诚的向他伸出自己的双手 而这个视频里面呢 哈里斯呢 也是非常开心 所以这一个瞬间呢 也是非常难得的 那么要抓到这样的瞬间 其实也是不容易的 你想他每天在跟着拜登呢 他其实也要能够预料到 就是下一个他可能会做什么 你才能把这个瞬间凝固下来 那假设你没有这一个职业素质的话 那么在拜登伸出手的这个瞬间 你可能还没有反应过来 或者还没来得及举起相机 或者你正好在换电池 或者你正好在看别的地方 那么完蛋了 这样一个决定性瞬间 你就没有办法拍下来 所以呢 他认为想要跟拍某一个人物的 这个日常生活 那你首先要非常了解 你所关注的这个人 你才能够明白 他下一步大概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他的行为举止 以及他将要做什么 这样呢 你才能在他某一个瞬间呢 能够很好的把那个瞬间凝固下来 大家看这张照片啊 哎 那大家觉得有点奇怪了 这感觉有点像车膜的这种照片了 那为什么拜登坐在汽车里面 拍这张照片呢 候选人他放出来的每一张照片 其实都是有心机的 那为什么会有这张照片呢 这张照片其实是2020年8月5号拍摄的 在8月5号的时候呢 他们团队就拍了这一系列的照片 舒尔茨的推特里面发出来的 我们可以看到呢 他不单只拍了拜登和车子 还拍了车子的内部 还拍了车子的外形 为什么会这样呢 难道是想跟大家说 哎 拜登开什么车吗 当然这也是一方面 这个是1967年的雪佛兰克尔维特 那么拜登开的这个车 是什么意思呢 那这个照片呢 他旨在呢 谈论美国强大的汽车工业和制造业 通过这个照片呢 把这个话题引出来 因为新冠病毒带来的经济的萧条 他想通过这个呢 来呼吁大家啊 就是关注美国的汽车工业和制造业 也为即将到来的电动汽车的革命 据彭博新能源财经的分析师预测呢 从现在开始 20年以后 可能售出的新车呢 至少有一半以上 当是电动汽车 这张图片呢 他既想把话题 引向美国的汽车制造业 另外一方面呢 关注经济复苏 看起来这些很简单的照片 看起来漫不经兴的照片 其实他背后都是颇有深意的 因为你想 12个摄影师的团队给他拍照 而且呢 每个摄影师的照片 并不是可以随便私自发出来的 必须都是通过他们的这个竞选团队 或者是甚至竞选人本人的同意以后 才能够发出来的 所以能发出来的 那肯定都是颇有深意的 因为每张照片的背后都有他的故事 当我们了解了之后呢 才会明白 哦 原来都是苦心啊 那其实说到舒尔茨的照片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舒尔茨在Fleek上面的这个网页啊 我们可以看到他每天都在发照片 你看到这些照片呢 就跟前面的照片还不太一样了 前面我特别放大的这几张照片 大家看到呢 构图啊 光影啊 各方面都是看上去很精致 很很很漂亮的 很符合我们经典审美的要求的 可是我们看到这个Fleek上面 舒尔茨的这些照片呢 你就觉得 嗯 实在不明白了 如果这些照片也是白宫官方摄影师拍摄的话 那么我拿手机也能拍成这样 是不是这样子呢 其实我想说确实是这样子 如果你拿手机去拍 刚好在那一刻 站在合适的位置 然后你也了解事件是怎么发生的 你要怎么样去抓住核心呢 你也确实是可以拍得出来 器材是什么不重要 那为什么这些照片能够放在他的这个手页上面呢 那这里就说到了一个概念 其实就是快照的概念啊 快照呢 其实就是像我们生活里面这种 不经意间发生的这些瞬间 然后呢 我们就用一个像截屏 截图一样的这种 这种形式去把它截下来 不在意呢 它的这个审美价值 也不去对它进行粉饰 其实我想这样的照片呢 它让你看上去会更加的真实 那么作为一个选举人呢 他的照片就不能太精致 太唯美 是不是 当你看到的这个选举人的网页里面 全部都是精致唯美的照片之后 你会觉得 它其实跟生活之间是有距离 反而是像这样的快照形式的照片 你看 你就会觉得它跟我们的生活 完全就是一回事 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说到这里 我想起我曾经给一个议员拍过照片 习惯性去给女士拍照片的时候 都会把它拍得很美 可是呢 这位议员就要求 不要把它拍得太美 不要对它进行太多的后期修饰 对我说的一句特别重要的话 就是说 他说如果照片拍得太美 那么在我去敲选民家的门的时候 他一出来看到会吓了一跳 我觉得这句话颇有深意 如果你真人太美了 选民看到的是一个 跟图片相差太大的 那心理落差 可能就会改变选票的结果 从这些照片里面 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政治人物呢 其实在很多时候 他们也是希望呢 放出来的这些 特别是亲民的照片呢 都是非常真实 非常朴实 就像我们的快照一样的效果 不追求经典的审美 但是我们在这里 可以发现一个细节 你会发现右下角的这两张照片 这两张照片 其实是同一个场景 但是呢 它有一张呢 焦点呢 是对准了哈里斯 可是有另外一张呢 是对准了后面的两位人物 其实这是哈里斯和民众 一起在祈祷 那么他特意把这两张照片 放到他的官方网站上 我就觉得这非常的难能可贵 因为我们知道 在一张人物的照片里面 焦点对准谁 谁就是毫无疑问的主体 对吧 那么在右边的这张图片里面呢 后面的民众是主体 而哈里斯呢 就是他们画面当中的一个陪体 而左边这一张呢 哈里斯是主体 然后周围的民众是陪体 照道理我们会只选左边这张 可是选出右边这一张呢 就充分证明了 他们其实在这个照片的选取的时候呢 他们也会非常的注意 这个民众的感受 假设我是那个旁边的人 我看到这个照片的时候 我就会非常沮丧 好不容易 我有一张跟哈里斯的合影 或者是我参与了这个活动 可是我却是一个 许多都看不清楚的人物 那我心理上会有很大的落差 那我看到右边这张图片 哇塞 我的心里会是什么感受呢 我会想说 哇塞 他不惜把哈里斯虚掉 也把我们清除了 所以由此可见选民的重要性 那在这里呢 我们总结一下舒尔茨的经验 首先呢 你作为一个好的新闻摄影师呢 你首先要了解 你要跟拍的人物 他今日的行程 第二个呢 是要准备好足够的相机 镜头 电池 以适应任何突发状况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呢 就是充分了解重点拍摄对象 熟悉他的行为举止 这样你才能够 抓住那个最有价值的瞬间 绝不放过那个最有价值的瞬间 那说到 担任拜登的官方摄影师呢 数了次呢 还是属于比较新的 那么这一位呢 就是担任拜登的官方摄影师 时间更长的一位 他叫戴维·利尔曼 我们最前面看到的那一张 2013年拜登的官方照片呢 就是他拍摄的 那么他是新墨西哥州的 这个社论和生活方式的摄影师 他在获得拜登官方摄影师 这份工作之前呢 他花了一年的时间 拍摄政治照片 包括为纽约时报啊 自家客论坛报啊等等 美联社啊 盖地图片在内的 这种客户呢 提供照片 那么他是2005年 毕业于康奈尔大学 获得经济学和商学学士学位 24岁的时候就已经担任了 乔·拜登的正式的白宫摄影师 而且呢 一任就是8年 作为一个摄影师 24岁的时候就能成为 白宫的官方摄影师 我想这也是一种很难 很重要的荣誉啊 他的老板是皮特苏扎 8年的时间呢 他记录了拜登对47个州 和64个国家和地区的访问 也因此呢 拍摄了近百万张引人注目的照片 他展现了拜登的许多面目 他在今年还把自己拍摄的 拜登的照片呢 准备出一本书 那么拜登呢 在这本书的序言里面 还给他写过 回头看这个大卫的照片 我深感自豪 他抓住了一切 工作时间 问题和谈判 从令人难以置信的高潮 到令人心碎的低谷的 这些情感的瞬间 还有每一次艰苦的战斗 他说我知道 我在大卫的照片中 看到的希望并没有消失 他还活着 他的力量呢 将继续使我们的国家变得更好 这些照片 使我为即将到来的挑战呢 感到振奋 我希望他们能够 为您做同样的事情 这个是拜登为他的信书写的序 抛开政治的这个观点和立场 不说呢 这对一个摄影师来说 也是一个极大的认可 也是一份难得的 沉甸甸的荣誉 大卫拍了上百万张 拜登的图片 在这些图片里面呢 拜登自己特别喜欢的是 拜登的这张图片 为什么呢 这张图片呢 其实是2012年 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后台 拜登呢 正准备登台 在所有民众的欢呼声 还有音乐声中呢 拜登的大儿子 也就是伯拜登呢 悄悄的给他父亲呢 整理了一下他的领带和衣着 其实这个瞬间呢 可能就代表了很多 比如说父子之间的感情的流露 对吧 那个儿子对父亲的崇拜 对父亲的关怀 对父亲的喜爱 吃瓜群众呢 就可以通过这张图片 能够感受到拜登家庭的这种和谐和温馨 当然这是图片传示给我们的 到底他们家是不是这样呢 我就不知道了 有待考证 那我们说到大卫的经验呢 我们给他分享一下 首先呢 他在任何场景之下呢 都会让相机保持静音状态 这也是作为一个新闻摄影师呢 必备的一个数字 也就是说 你一旦相机有那个咔嚓的快门声音 你可能就会影响到台上正在讲话的人 或者正在交流的人 或者他们正有情绪交流的时候 你的声音可能就会干扰到 影响到他们 或者你自己咳嗽声啊 或者你自己讲话的声音啊 或者你相机的这个快门的声音啊 或者你对焦的声音啊 都会影响到人物 所以呢 这个也是他们在拍摄的时候 一个特别重要的点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尽量避免采用闪光灯 我在网上找了很多这个白宫的新闻摄影师 他们的所有人几乎都会提到一点呢 就是不会用闪光灯 因为一旦用闪光灯呢 虽然可以补光 但是呢 你也会非常强烈影响或者是干扰呢 这个现场的人物的这个表达 以及他们的这个情绪的沟通 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呢 他就用了双卡槽啊 现在我们很多的这个单反相机都是有双卡槽 那么他会用一张卡存弱格式 一张卡存GPG 因为我们知道呢 弱格式是无压缩无损照片的这样的一种格式 那么GPG呢 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 比较容易浏览和阅读的 但是呢 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呢 也可能会遇到卡出问题的时候 一旦卡出问题的时候呢 GPG的照片是非常容易复原的 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新闻瞬间呢 如果没有那种高格式的图片 只要有图片 能够把那个瞬间记录下来 他都是非常珍贵的 无可取代的 所以呢 在这种时候呢 有一张卡存了GPG 相当是一种保险 他并不像我们一样的 使用的是lightroom来管理图片 作为新闻摄影师来说呢 他觉得在编辑这些图片的时候呢 只要包含剪裁 调整曝光 以及准确还原色彩就可以了 不会对他做更多的这个添加 或者删除的处理 以保证了这个新闻的真实性啊 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新闻的真实性 因为新闻到底是不是真实的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在讨论的一个问题 对吧 因为无论怎样的图片呢 他首先都包含了摄影师的主观取舍 David作为白宫摄影师的立场呢 他觉得图片的编辑呢 包含剪裁 调整曝光 以及准确还原色彩就可以了 他常用的镜头呢 是2470 70200 那么还有是35定和85定 所以大家会发现了 在这里大家也会发现一个问题的 就是85这个镜头啊 在这些新闻拍摄里面呢 原来也是经常采用的 好了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呢 就是David他即将要出的一本书 这本书在Amazon上呢 已经有卖了 他的定价是25加币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 因为据说有很多从未出版 或者是从未见过的照片呢 都在他这本新书里面 在这个时机选择 把他的新书发布出来 不得不说 是相当的有经济头脑的啊 我相信应该是卖得很火爆的 那么说到David的老板呢 就是白宫的首席摄影师 Peter索扎 那么看到奥巴马后面的这个摄影师 就是Peter索扎了 大家知道 总统他的周围可能随时都有保镖 可能是N级戒严的状态啊 一个摄影师能隔他这么近 足以见出呢 他跟奥巴马之间的关系有多好 奥巴马有多信赖他 那么这个Peter索扎呢 也是一个相当牛的人物了 他是以优异的成绩呢 获得了波士顿大学 公共传播专业的学士学位 然后是堪萨西州立大学的新闻 与大众传播专业硕士学位 还曾经是俄亥俄大学的视觉传达学院 摄影新闻学的助理教授 那么他从1983年到1989年呢 担任里根总统的白宫官方摄影师 牛了 那么2008年11月大选之后呢 他第二次被任命为新当选总统奥巴马的官方白宫摄影师 非常的牛 在1998年至2007年之间呢 担任华盛顿特区芝加哥论坛报社的摄影师 还曾经任过国家地理和生活杂志的自由撰稿人 那作为摄影师肯定对国家地理和生活杂志不陌生了 那么在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之后呢 他是最早报道的摄影记者 那么在2009年1月14日呢 新总统的肖像发布 这是第一次用数码相机拍摄的正式的总统肖像发布 这个新闻的肖像呢 就是索扎拍摄的 奥巴马任职的八年时间呢 他几乎从来没有离开过奥巴马的身边 除了三个星期的假期和三个三天的周末之外呢 他在那里捕捉到了奥巴马的一举一动 这个是2016年 前面是奥巴马的顾问贾勒特 首席新闻秘书舒尔茨 然后呢还有助手保尔森和摄影师苏扎 所以你知道他们的关系有多亲密 出门的时候呢就是这几个人跟着他 那我们可以看到 索扎在跟随奥巴马的时候呢 身上是大包小包挂了好几包啊 那么可能呢就有好几个相机 然后还有他自己的这个出行的装备 还有一些相机卡等等随身带着 所以当一个摄影师也是相当的辛苦 没有足够的体力也是不行的 前面我们讲到的那个白宫摄影师 舒尔茨是个退伍军人 也可能只有他才能吃得消 索扎在奥巴马任职结束之后呢 他也没有再继续的担任白宫的摄影师了 就开始在推特啊 在他的Facebook啊 Instagram上面开始发生了 这个是他的Instagram的这个页面 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呢 索扎在他的Instagram呢 发布了数百张奥巴马官方白宫的照片 在近期呢就开始更多的发一些 奥巴马和拜登之间的沟通和交流的照片 还有一些直接就是拜登本人的照片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张 这一张照片呢 是在特朗普宣布有争议的旅行禁令 的同一天 索扎呢就发布了奥巴马和难民交谈的图像 而且呢他还发布了奥巴马和他的总检察长的图像 跟特朗普在他的推特里面呢 咆哮推翻了总检察场 杰夫赛森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所以你会看到呢 他就真的把图像呢当成了一个武器 把Instagram把推特呢当成了战场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还有一张照片呢 是苏扎最受欢迎的镜头之一 这个是2009年1月19号拍摄的 这个是奥巴马在总统选举中呢 击败了已故的参议员约翰·麦凯恩 他在这张照片里面说呢 我认为这是两个对手对相互的这种尊重 那大家可以看到 他在此刻发这样一张照片是什么样的意思 相信各位都能够体会到里面的微妙 一个败选的和一个胜选的两个人物呢 亲切地握手 然后还拍拍手臂说你好好干 是吧 我看好你 他把这张照片命名为呢 尊重是双向的 我们看到这张图片 再看到他在此时此刻发这样一张图片 然后呢 他又用这样一个题目 我们毫无疑问就可以阅读到他背后的这个深意了 所以我们说图片就是摄影师的武器 可能也是这些政要们 他们的武器 那么这个推特呢 Instagram的网络呢 现在就已经成为了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 用图片这个武器来做战争的一个战场 最后呢 我用这张照片来做一个结尾吧 这个呢 是六月份的时候 好像是川普呢 结束了两个小时的竞选集会演讲以后 满脸疲惫地返回白宫 他的西装纽扣呢 也散开了 红色的领带呢 随意地搭在脖子上 手中抓着的这顶红帽子上面呢 写的是让美国再次伟大 这个帽子也是很有名的 没有跟记者做任何的交谈呢 就自己一个人返回白宫 这个是美联社公稿的 这张图片也是在网上呢 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和热议 说特朗普要失败了这种感觉 确实呢 从这张图片里面 我们看到的是颓废 是失忆 是疲惫 默默离去 不管美国总统选举 最后结果如何 不管各位的这个政治立场如何 我们都不得不承认呢 图片的重要性 特别是呢 2020年病毒把人们呢 都逼到了网上 那么作为网络的社区交流呢 最重要的就是图片 在文字和图片当中呢 首先能够被观众所感知的东西呢 绝对是图片 所以呢图片的重要性在当下呢 不言而喻 作为一个普通的民众也好 作为一个摄影师也好 你想让你的图片说什么样的话 你想让你的图片表达什么样的意义 就在乎你有没有掌握好图片 掌握好摄影这个工具 在这里呢 就用这些图片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呢 我们这些吃瓜摄影师眼中看到的世界 好了 有什么问题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也期待大家在这里呢 给我点一个订阅 或者是点一个赞 都是对我最好的支持 谢谢